各项功能都有的行动文康车 简直就像是一座迷离型的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一样 然而林口区公所社会人文客 这一次就向市府做了申请 让这个文康车开进到湖北里 供老人家来点科 来看他们快乐的心情 一起来分享 为关怀地方长者提供一个乐活休闲的场所 林口区公所社会人文客 向市府申请文康车 这天来到了湖北里活动中心 只见司机才刚刚停妥 车辆一群阿公阿嬷早已迫不及待点歌 依序报名一盏歌喉 另外文康车还被有咖啡和仙被 现场有如下午茶班的聚会相当热闹 今天是我们林口区公所 还有社会局 还有资源服务协会 跟我们的老人行动文康车 在我们湖北里的活动中心 办理我们的老人 卡OK文康车的一个福利宣导 那我们文康车 目前新北市有两部 那我们林口区呢 我们也在里长 还有我们林口区公所的吉利争取下 我们未来也会在各个 里民或者是老人家聚集的地方 做文康车的一个宣导 跟邀请老人家 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做一个欢唱的一个活动 利用这样的聚会公所也借此向长者们进行社会福利 防救灾观念等宣导 同时也准备了小礼物进行有奖侦达 增加现场的趣味性 公所也会利用文康车的服务的时间 我们来做一些福利的宣导 包括近期我们有所谓的雨季迅期将至 那我们会有所谓的防灾的宣导 那此外还有一些福利的宣导 比如说老人福利或者说我们林口地区 有一些关于老人的健康 或者是老人的一个志愿服务 不老志工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的一个宣传 也希望说我们的长者可以运用这个时间了解 走出家门 然后更了解我们社区的脉动跟生活 文康车巡回偏远河郊区共70个据点 各项功能聚全 有如一座迷你型的老人文康中心 提供引发长辈休闲娱乐健康咨询和福利宣导等 希望到达每个地方都能让长辈们尽情欢畅 健康乐活 永家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